总统刚一回头 就看到手下在聊自己媳妇 下一秒 就这样 在尤里机智的应对下 他成功地逃过一劫 而总统也答应和他达成合作 紧接着 总统就带着尤里参观阅兵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里的士兵 竟然都是一群乳秀未干的孩子 尤里当场愣住 但总统却淡定地说道 在总统的洗脑下 以及钻石金钱的诱惑下 尤里也不想瞎想 他很快就把大量武器 全部运往非洲 生意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大 似乎世界第一的军火商 已经非他莫属 但就在这天 他带着一大批武器 刚飞到非洲领空 突然 一艘国际刑警战斗机 就将他们直接拦截 面对子弹的威胁 尤里已经完全吓坏 可飞机上的武器 如果一旦被警察查获 那么他肯定也要被抓入狱 危机时刻 尤里迅速就想到逃脱的办法 他随即让飞机迫降在高速公路 紧接着 尤里又立即打开飞机舱门 然后便拿出一把A 直接送给了当地村民 并让周围的所有人全部来拿 就这样 伴随村民的哄抢 时间紧过了不到十分钟 整个飞机上的武器 就被全部清空 等警察赶过来后 证据也已经被全部销毁 他们愤怒地按住尤里 虽然知道一切 可没有证据 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就这样 尤里再次逃步一劫 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 他疲惫地回到酒店 可刚一进门 就发现总统已经等候多时 尤里刚想解释 但总统却掏出一把手枪 原来暴露尤里行踪的 竟然是他的竞争对手 只见总统把手枪放在尤里手中 接着便逼迫他开枪解决 伴随一声枪响 尤里的内心彻底慌乱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他不知道 自己将来会是什么结果 于是从这天开始 尤里便产生各种幻觉 他会经常看到死去的对手 有时也会看到一些可怜的孩童 面对这些问题 尤里根本无法回答 他匆忙地跑开 内心也开始出现动摇 于是回国之后 尤里便直接金盆洗手 开始做一些合法的生意 一切也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就在这天 意外却再次发生 没想到 非洲塞比利亚的总统 竟然直接找到尤里 并说现在需要提供大量武器 尤里果断拒绝 表示自己已经洗手 然而 总统却一把将他拦住 并在他的手里 塞下一枚硕大的钻石 就这样 面对金钱的诱惑 尤里最终还是决定再做一次 他随即找到弟弟 两人也很快到达非洲 殊不知 他这最后一次的声音 却直接断送了弟弟的性命 男人刚一抬头 就突然听到美员爆装的声音 没错 子弹一发发的射击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他叫尤里 是全球最大的军火供应商 所拥有的武器 甚至比一个国家都多 而且他卖枪从来不讲原则 不管是恐怖分子 还是极端主义 只要对方愿意出钱 他就会照卖不误 因为在他的字典里 如果全世界平均12个人有一把枪 那么他要做的 就是把另外的11把卖出去 就这样 在他疯狂的买卖下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战区 都存在他的影子 然而 就在他的巅峰时期 尤里却做了一个错误决定 他竟然把目光 看向了动荡不安的非洲 就在这天 尤里带着一大批武器 刚准备和黑人完成交易 但突然 尤里的弟弟 却发现一对可怜的母子 竟然被这群叛军活活砍死 弟弟被吓坏了 他简直没有想到 这群黑人竟然会如此残忍 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弟弟急忙叫来尤里 并说不能去做这笔生意 不然下面的这群难民 肯定会全部惨死 尤里不停地指责 认为他们只是一个卖枪的 别人用来干嘛 和他都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这里 弟弟完全绝望了 他低着头 无奈地答应不再胡闹 但紧接着 他就趁人不注意 从箱子内拿出一颗手雷 紧接着就一把丢向了货车 伴随爆炸 一车武器全部被捕 但一旁的叛军 也立刻掏出一颗火力全开 随着子弹的射击 弟弟当场被打成筛子 尤里立刻冲了过来 然而 看着虎视眈眈的叛军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强忍痛苦 继续和叛军完成交易 经过这件事后 尤里彻底悲痛欲绝 他把弟弟的尸体装进棺材 心想回国之后 再也不去从事军火生意 但老天却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没想到 由于医生的粗心 弟弟肋骨的夹缝中 竟然还留有一枚子弹 得到消息后 警察第一时间赶来 而尤里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走私了那么多的武器 最终却因为一枚子弹而被逮捕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尤里的真实原型 叫做维克托布特 从25岁开始贩卖军火 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战争 也全部有他的身影 因此他也被世人尊称为 战争之王